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一次的上演 并非常不介意多头20颗原子弹 当年 日本犯下的罪情虽然得到了惩罚 但是这不代表就能够释怀 如今 安倍政府渐渐露出獠牙 其竟然扬言要武统北方四岛 真的是胆大妄为 据日本媒体报道称 安倍上台以后 就相当的亲美 为此获得了特朗普的宠爱 分分钟就引进了先进的五代战机F35 此外 自卫队中一些比较偏激的军官 竟然称要立下军令状 真的是心里没点数 最近一段时间 俄罗斯国内的确出现了不少的问题 为了尽可能的避免劳动力短缺 普京政府推出延时退休的新政策 可是这在安倍看来就是个进攻的好机会 当前 日本自卫队已经蠢蠢欲动 时刻就要夺回北方四岛 而安倍也称 凭现在的失利 绝对可以在24小时内让莫斯科服软 对此 网友谈 该不会是在做白日梦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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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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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